31個在去年佔領運動旺角清場之中被捕的人士 再到高等法院提堂 社民連的王浩銘、學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鋒等人 去到高等法院應訊 一派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的成員 包括早前亦都被捕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到場聲援 律政司認為眾人公然違反禁制令 損害法庭權威和法治 決定控告其中22人刑事藐視法庭罪 至於教組的時候被控妨礙公職人員罪的25個被告 律政司考慮過屬於同一罪行 不做兩次檢控 所以之後會向九龍城裁判法院申請撤銷控罪 他們是在去年11月底 執達主任和警方在旺角尼敦道清場的時候 拒絕離開而被捕